二十分钟充满 确实是一件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情 魅族并没有刻意去做全球第一 但是这个结果确实好像领先了行业一小步 SuperM Charge的充电效率提升了惊人的9%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了一颗全新架构的电荷棒 这不仅是充电最快的技术 也是充电最快的技术 两年前我们就清晰地认识到 想要解决这个续航的问题 需要大电池或者说是快充技术 全新定制的安全电池 专为SuperM Charge打造 用户即使使用了两年 也能够保证正常的续航 充电非常快 以前并没有人使用这种技术来进行快充 那是因为传统的电荷棒 只能输出有限的功率 比如说只有零点几瓦 我们想要使用它 就必须要把功率放到上百倍 那这就需要重新研发 从MS5开始 魅族就推出了多款热门的快充手机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高压快充虽然技术很成熟 但是发热大的问题非常影响用户体验 低压快充的话 发热虽然低 但是USB接口的可靠性有所下降 更是让我们这个处理座居多的团队所不能接受 我们和多家IC巨头合作 经历了一年多的反复实验 几百人的艰苦公关 终于打造出了 不发热 更安全的超级快充 重新研发的数据线 最高可以通过160瓦的建立 给电脑供电都没有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留住了三倍以上的安全余量 同时呢 我们也植入了一颗E-Mark安全芯片 智能的调节电流和电压 把充电变成按照计算 成了我们的愿望和目标 所以快速、安全、低温成了我们的追求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们都要实现它 追求源于热爱 我们希望将最好的技术 最好的体验 带给用户